蕭子迪 焦点视频 蕭子迪开运教室的时间 玄格幕 我们见到蕭子迪师傅 Hello 大家好 师傅 今集我们要讲一讲 因为我们知道 过了这个 2022的农历新年 其实展开了这个新年 任人年 我知道有很多你的客户 其实都会找你 就是去批算八字 是 甚至乎 我和你聊天的时候 你就说有些客户 很多时候 连年都来 是 因为他们想知道 我今年我的运程是怎么样 就可以帮到我 可能就是估算一下 我今年那个目标 做法 方向 应该怎么做 其实学八字 那个好处 你觉得是什么 其实最主要学八字 八字就是预测未来 其实学八字的人最重要是 最主要是什么 初头就是好奇 就是因为好奇 他可能有些人有好奇心重 他那个探究能力也很强 有些人是喜欢打烂沙盆民导独 又或者有些人是好奇自己之余 亦都好奇身边的人 又或者可能学八字 是想看下 究竟他和他另一半的感情 可以保持得长不长 有些人是想看下自己的事业 就是想看自己何时有得升职加身 或者可能做老板 有些人又可能学八字的原因 纯粹可能觉得 因为他本身都学了不同的原学工具 可能就想学八字加深 去加强预测的能力 其实很多人都有 就是很多不同的人都有 可能我自己来说 我学八字来说 纯粹是因为一开始 对自己的人生很好奇 所以我才想去学 初头都是这样的 通常都是好奇自己的 好奇自己的八字先的 永远都是的 是 就不会好奇别人的 所以好奇自己的八字 其实都是 我很好奇自己的人生 究竟未来怎么去走 或者可能是 有些人就是 他就是没有人生方向 或者不知道怎么去走 或者可能他很迷茫 他不只是想找师傅去算命 他有机会可能是想走去学 是 嗯 OK 如果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知道 除了要上课 我知道 有些学生 现在都是跟着你去上八字的课程 是 除了上课之外 他们可能都会看一些书 嗯 有些什么书籍 你又会推介给他们呢 是 其实我也有几本书籍 都想介绍一下 其实 可能是 初级的朋友 初学的朋友 或者可能学到中级的朋友 其实我有几本书来介绍 其中一本就是 叫做 朱雀乔先生的一本《雀乔名利》 《雀乔名利》 有一字五冊 他就由淺入深 去教你怎么论八字 去看回他的新强新弱 如何行大运 究竟那个人是会发生什么事 论格局 论喜用神 其实他由淺入深 最重要就是 他不是一些文言文的字 就是 你看上去 他写的东西 你都会很容易明白他的东西 他讲的东西 所以来说 这本书有五冊 有五小冊 一冊可能有几百页 但他里面的东西 可能你每天看一点 你都能够可以吸收到他里面的东西 那你学完 看完五本的时候 那你会明显地 你的八字功力会加深 第二本书就是 我欣赏的其中一个师傅 第一个是蔣文正师傅 蔣文正师傅 其实在玄学界都很出名 或者很有名气 或者在玄学界都有很多年的历史 他有一本书叫《论名所记》 其实他现在出到第四冊 其实他讲的东西是怎样呢 其实他讲的东西 可以套用一些很生活化的东西 或者将他一些八字的知识 论像 令到他可以 令到大家可以深入浅出 了解到名利的技巧 或者一些命力也都可以说出来 即是他能够可以很立体化 或者可能很生活化地说出来 令到你可以看 在学算命的时候 可以知道应该怎样去运用 因为他可以将一个命力 好像论像 或者可以是 将他一些看到的东西 变成是你生活上的东西 他讲出来令到你很容易明白 所以其实《论名所记》有四本 现在出到已经是第四本了 其实我也有看的 我也很欣赏这个师傅 第三本呢 第三本的书就是我自己的书 我本书叫做《八字十六》 我本书其实在很早于2018年的九月的时候 就已经出了 在香港和在台湾的书局全线发售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本书是说什么呢 是介绍了一些命力 那为什么介绍了一些命力呢 因为其实我本人都 从事一行都很多年 由兼职业务到现在全职 其实都很多年了 相隔都已经 但是我也是因为一些客人 一些命力 我都觉得挺有趣 挺特别 我会写出来 然后跟大家说回 那个命有什么特别 有什么不同 或者是怎么去理解 结构上是怎么 那本书叫做《八字十六》 是的 实在的实 绿影的影 就叫做《八字十六》 其实三本书都很适合初阶 或者中阶的朋友去看 我那本书就比较着重一些命力 可能我以前说过《命》的客人 一些命力 那些命力 会讲出来给大家听 如何去拆解 一些很特别的题 例如如何看同性戀的朋友 如何是倾向同性戀 或者哪些人的八字 容易生到双胞胎 或者哪些女士可以享福福 这些命力我都有写出来的 是的 嗯 那反过来我想请教师傅 刚才提及到 有些人他们的命格 就容易升职加身的 有些人很容易享福的 老实说 如果我知道我不是这样 那通常你有什么建议给他呢 那其实呢 如果他不是的话 首先一件事 是不是呢 首先要找一些坊间的师傅 去看看他的八字 因为其实每个人 他的成功的位置都不同 有些人他不是享福福 有些女士 但可能他的事业很有成就 或者他做生意 一年可能赚到多少钱 多少钱 或者有些人他可能 一生都可能比较平淡 他的事业 可能事业很平稳 没有什么高低 平平稳穩的 没有波幅 感情上也很平稳 淡如止水 一段感情 细水长头 或者这么说 但是他的子女运很强 可能亡子成龙 可能子女很有成就 或者他万年享子女福 老年就安享万年 无忧无仇 其实每个人的八字 都有一些特点 最重要的是 你想知道自己的人生是如何 就找一些师傅 方家一些不同的师傅 去看看自己的命运 然后你的师傅会知道 你应该要八字在哪个位置 或者你人生最成功在哪个位置 其实每个人的人生的剧情都不同 他的故事都不同 你做好自己的角色 你都会有自己的好运出现 不过你的好运 可能每个人的类型都不同 就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可能有些人 15岁开始行好运 走到45岁 有些人走好运 25岁 走到60岁 每个人走好运的情况 时候都不同 有些人可能五十岁后 中晚运才走好运 走三十年好运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何时走好运 何时走不好运 你自己就有个判断 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走一条路 何时应该去找手 保守 何时应该去进取 所以每个人 其实我觉得天生我常必有用 每个人 他都有他的成功之处 嗯 OK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影片资讯栏 找到萧茨迪师傅的联络方法 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讲其他话题 OK 没问题 拜拜 拜拜